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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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我就來不及去健身 然後再去圖書館和朋友會面了 但目前的各位你們平常都是 定一個鬧鐘而已的呢 還是會定幾個連環的鬧鐘 彈幕刷個1或者2讓我知道一下 那我自己的習慣我會設置這些 彈睡鬧鈴 第一次起了之後呢 然後之後再休息個5分鐘 第二次再起我發現這樣的話會更容易的起床 簡單的整理一下洗術一下 然後就要去準備健身啦 那我今天打算換一個拍法 我就不像之前的打停一下篇家 一進來就直接 和你們分享剛好的說視頻 而是以第一視角來拍攝我一天的形式 來拍各種我第一視角的加速學習過程 並且附上我的旁白 來和你們更直觀的去講解我到底是怎麼來複習一門課的 分享我的經驗 不知道各位會不會喜歡這樣的形式呢 彈幕可以衰遍讓我知道一下 昨天我在處理一些所需的事情 處理到凌晨1點 睡一睡5個小時 我今天就6點起床了 剛才健身完了 洗了澡 整理了一下頭髮 那我現在就準備去收拾東西了 然後去吃早餐之後 就去國家知識館開始我充施的一天 第一部分聽課 對任何一門硬課呢 比如說我現在這一門這個空氣動力學 我的整個學習流程呢是這樣的 首先第一步聽課 第二步詳細的複習課本或者你的講義 第三做複習式筆記 這個複習式筆記才是最關鍵的一步 待會我會想先說明 第四步就是刷題 首先第一步呢 由於我現在是處於休學狀態嘛 那我現在是自學的 所以我就沒有聽課這個環節 這裡主要是分享我之前的經歷 一直以來呢 就有暫時問我 欸景棠啊 你上課的時候呢 到底有沒有做筆記的習慣呢 那其實我自己本身的時候呢 我上課是沒有的 大一的時候呢 我其實是有嘗試過一邊聽課一邊寫筆記 但是我自己得出的結論就是 我根本沒辦法一心兩用 只要我在老師講課的時候做筆記 我就發現我完全沒辦法詳細的消化 老師說的每一句話 所以最後就會導致效率極低 這一點其實我很好奇的 這些大神到底是怎麼做到的 我到底有沒有人能夠做到一邊聽課一邊寄筆記的 大家可以彈幕裡告訴我一下 你們到底能不能做到 所以聽課的整個過程中呢 我就只會做一件事情呢 那就是專心的聽老師講課 看著老師講課 那連課本呢 我幾乎也是很少看的 因為哪怕只是盯著課本的自讀幾秒鐘 當我再次抬頭嘗試聽老師的課的時候 我發現我就被老師遠遠的拋在後面 也跟不上那個進度了 所以只有當老師提到特別特別重要的點的時候呢 我才會在課本大概的頁面上面 用一些我自己聽得懂的術語記錄下來 讓自己在之後做筆記的時候呢 能夠看見就行了 所以這一步呢 我想和各位分享的就是呢 這個是我自己的經驗啊 適不適合你呢 你們得自己嘗試的才知道 聽課的過程中呢 就全心全意的聽老師說 記筆記啊 畫線啊 螢光筆啊 什麼什麼的 全部等到上課完了之後才來做 我發現啊 這個對我自己而言呢 這樣的效率是最高的 好啦那接下來呢 就是複習這一步 這一步呢 我將會非常詳細的複習我的課本 或者老師給的PPT 至於選擇哪一個呢 我自己的選擇是 看老師的PPT和課本的內容 差異性大不大 如果說差異非常的大的話 那我就選擇詳細的複習老師的PPT就可以了 那如果它們兩則重疊性很強的話呢 我就會選擇課本 因為畢竟課本講的肯定會更詳細的 接下來呢就是我自己的習慣了呢 希望各位可以聽聽看是不是你們才使用 首先我在複習過程中我就會用鋼筆吧 我覺得有必要讀進腦的話 畫上橫線 注意這一句啊 是有必要讀進腦的話 這條橫線呢 只會給我之後在做筆記的時候 或者我之後翻回去看的時候的一個指標來的 在我過後做筆記啊 翻回去的時候呢 我就只會看我有畫橫線的句子 只要我沒有畫上橫線的 未來我看的時候我都會直接跳過去的 同時對於特別重要的句子或者名稱呢 我就會用螢光筆畫起來了 這個過程我發現到 對於我之後做那個複習室筆記的時候呢 真的是幫我省下了非常多的時間 我不會花太多時間去看一些 我覺得沒有必要的句子 同時呢 我們理工生的教材啊 最常出現的情況就是 作者直接跳公式 或者忽然間就冒出來一個 從來沒有見過的公式 比如說我現在學著空氣動力學 以及這個航天器結構力學 也經常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樣的情況下呢 我將會自己在記事帖上面推一遍 並且貼到我的書上面啊 只有這樣你才能夠真正掌握這個工資 第三部分複習室筆記 那在複習完課本或者講義之後呢 就到了我認為整個過程最最最最重要的複習室筆記了 那如果一直以來有看過我分享 趕貨視頻戰士們一定都知道 這個複習室筆記到底有多麼的重要 我大一的時候呢 由於那時候我的自媒體頻道剛剛成立 我實在忙的沒時間做這個複習室筆記 所以導致我那時候GPA只有2.3平均差不多74分 而到了大三下學期呢 我的GPA提升到了3.56 那這原因呢其實最主要就是除了我大一以外呢 我大二大三都有時間去做這個複習室筆記了 所以你們可以看到它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了吧 那這個複習室筆記呢 具體的詳情呢 各位可以看看我之前拍的這一期視頻 這裡呢我長話短說啦 那具體的做法就是呢 那首先呢就在你的課本或者講義上面呢 先看一小節 你要非常詳細的去消化它 這個時候呢我之前畫下這些橫線就起到作用了 我只會看我畫橫線的句子 我就能夠節省很多時間 消化完之後呢 就當做你好像在和一位朋友講述這個姿勢點的情況下 用自己的理解用自己的句子 把這個姿勢點寫在你的筆記裡面 那這個就非常像所謂的那個費曼學習法啦 如果說你們有拿到我之前免費分享給各位我做的複習室筆記的話呢 你們都會發現到我的筆記經常會出現很口語化的句子的 這個就是我複習室筆記的精華 這邊請相信我 一旦你寫完了 這一小節的知識點就會完全進入你的腦裡面了 再也出不去了 你將會完完全全的掌握它了 前提是你在寫的時候呢 不可以一直盯著你的課本看 要完全自己消化 然後用自己的理解 好像和朋友說話這樣寫出來 不過這邊值得一提的是 當你真的去到特別專業的課的時候 比如像我的空氣動力學啊 流體力學啊 他們總是會有很多經驗公司 而且經驗公司的長度是很誇張的 連我的教授也背不起了這些公司 那這種情況呢 當然啦 我是直接會看這課本把它抄進去 因為畢竟考試的時候 老師也是直接把公司給完了我們的 也不需要刻意的去背 把這一部一做完之後呢 那如果說是文科生的話呢 基本上這一周老師說的內容呢 就已經彎彎彎彎進入你的腦了 那但是如果你和我一樣是理工生的話呢 我們的複習其實是還沒結束的 第四步刷題 對於我們理工生呢 哪怕你已經把這一張的知識點學透了 但是只要你沒有刷足夠多的題 相信我吧 考試你依舊一道題都不會做 那這個時候呢 就得用到我之前和各位分享的 高效刷題技巧啦 具體相信同樣可以看看這一期視頻 那這裡我只是簡略的說啦 那上課了之後呢 老師肯定是會留作業的 但是我一般比較喜歡把作業呢 當作測驗來做 所以在開始做老師留的作業之前呢 我會去刷另外幾道的題 那做法很簡單的 首先第一步 買一本有詳細解答過程的參考書 第二本選幾道題 直接去看答案 第三步 過了七八個小時之後 自己再重新的去刷一遍 這個整個我所謂自己發現的刷題技巧呢 最關鍵的一步就是在這個七到八小時的間隔 只要少過這個間隔 你刷題的時候 你就會完全靠你的記憶力 把你剛剛看到解答背意出來 所以到頭來你什麼也學不到 要是時間間隔太長 你在做的時候可能就會全忘了 你根本寫不出來 白白浪費了很多時間 但是過了差不多七到八小時呢 你就會處於一種記得一點點 但是你又沒辦法完全記得的這個環境時間段 這個時候你可以開頭起筆 但是接下來的一切運算呢 都得靠你自己用你的腦去計算完成 這個時候呢 一旦算完了相信我吧 這個考點就進入你的腦裡面了 HELLO 各位 剛剛也從圖書館回到我的家啦 整個視頻呢 我就和各位的示範了一下 我的從聽課到 複習課本到做筆記到刷題的流程 到底是怎麼樣的啦 喜歡這期視頻呢 對所有正在打聽一下戰士們呢 會有所幫助的 除了這個怎麼複習以外呢 你們還有什麼學習方面的問題 想問我啊 想讓我分享一些什麼樣的技巧啊 記得彈幕或者留言 刷一遍讓我知道一下 好啦 各位 那這一期視頻就到這裡了 那感謝各位支持 我們下一期見 掰掰